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他拒绝透露这个名字 马克龙在柏林进行了他最近连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 在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举行的联合新发布会上 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哪位法国总理将出席下一届法德部长会议时 他回答说 已经有确定的人选 但我不会在这里告诉你 当然不是现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补充说 法德理事会将在7月上旬举行 也就是在6月的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之后 现任总理让卡斯泰将继续任职 直到爱马女阿尔马克龙的第一个五年任期结束 也就是周五晚上 根据国家元首的描述 新总理任命必须满足社会 环境和生产性这几个关键要素 这几天一直是公众所猜测的话题 中国教育部周一启动了2022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周 年轻的求职者希望在全国15000多场在线和离线招聘会中 发现新的就业机会 在为期一周的宣传活动中 由教育部校园招聘机构组织的30多场在线招聘活动 将提供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 教育部还与各协会合作组织了10多场针对特定行业的招聘活动 以帮助求职者寻找他们的最佳职业道路 同时从现在开始到8月中旬 教育部还在推动一系列被称为百日冲刺的活动 以进一步挖掘毕业生的潜在就业岗位 并提供切实细致的指导服务 确保2022年高校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稳定性 在此期间 各高校书记 校长 高级教师组成员将带头走进企业 与相关单位建立就业合作渠道 为毕业生寻找更多的就业资源 各地高校也将为重点毕业生群体 包括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和残疾毕业生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支持 中国城市求职者的数量是多年来最高的 其中包括2022年创纪录的1076万大学毕业生 这凸显了宣传周和相关活动的重要性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预计将投票 反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对俄罗斯的新一轮石油制裁 因为这两个国家仍然对其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这迫使人们可能重新考虑计划中的措施 欧盟成员国周日就第六轮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进行了讨论 重点是如何确保大多数欧盟国家 在今年年底前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然而 据多家媒体报道 欧盟成员国的常驻代表未能达成协议 这意味着会谈又被搁置了一天 巴基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森瓦西列夫说 如果一些欧盟成员国获得对俄罗斯石油禁运的豁免 他的国家希望被包括在内 否则 这个巴尔干国家将不支持对俄罗斯的新的一揽子制裁 一些匈牙利官员在一周前表示反对计划中的制裁 他们认为 这将破坏匈牙利的能源安全 据报道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周五在接受采访时说 禁止俄罗斯石油相当于在匈牙利经济上投下一颗核弹 因为能源传输进展需要长达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韩国首尔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工作人员及支持者道别离开清瓦台 当地时间5月9号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任期最后一天 当天18点左右文在寅正式下班与其夫人金正书离开清瓦台 总统任期将于5月10号零点结束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号韩国新总统尹熙悦 在位于首尔龙山总统府地下的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状况市 接受联合参谋本部的电话汇报 开始履行总统职务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号韩国首尔 韩国当选总统尹熙悦将正式就职 普兴阁举行敲钟仪式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斯里兰卡·克伦坡 由于斯里兰卡和平抗议者与政府支持者的冲突不断升级 斯里兰卡从9号下午开始在全国实施宵禁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 厄瓜多尔圣多明个德洛斯扎其拉斯省犯人家属在监狱外等候 厄瓜多尔内政部通报当天在一监狱发生骚乱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 大约80名服刑人员越狱 随后被警方重新逮捕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 古巴哈瓦那救援行动持续进行 据古巴公共卫生部当天5间发布的最新消息 首都哈马那酒店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5人死亡 89人受伤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 印度梦买 一栋高层建筑发生火灾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 波兰华沙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和随行的俄罗斯外交官 在华沙苏联士兵公墓举行的献花仪式上被泼红油漆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1号 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席英国议会开幕式 英国白金汉公宣布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不会出席5月10号的议会开幕式 往年惯例的宣讲环节将由查尔斯王子代替 白金汉公在声明中说 女王的偶发性行动不便仍有发生 经和医生商量后 女王不得不缺席议会开幕式 这也是自1963年以来 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错过该遗事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号报道 据初步统计数据 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在菲律宾总统选举中获胜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号 俄罗斯莫斯科当地燃放烟花 庆祝魏国战争胜利77周年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